今天我们来画十二生肖狗 小狗是我们常见的一种宠物 我们来画一只长嘴一点的黄犬 已经沾默淡一点 用小白鱼或者中白鱼大一点点 不要太小 还是先来从它的头部关化器 先点出它的鼻子 这种三角形状 然后画它的嘴巴 风中有人,圆中有风 然后这边下来 我们也收一下 然后这边也是长嘴巴的画出来 这边这样到它的眼睛上面来 这边眼睛露不到全,露到一半 然后这边眼睛斜向上,搁出距离来 这是它中线 中线的连伸过来 这边眼睛不行大一点,露到全 很有绳的望向前方 然后额头部分要换满一点 然后就要起伏 让我们的耳朵部分 不断开 只要露到那点 让我们的耳朵往下垂着 这边眼睛有一定的包裹感 耳朵也需要往下垂 还是看不到太多 领部这里,撕毛可以撕过去 接下来画它的身体部分 接下来画它的身体部分 就要用笔不要太细了 也是可以先把中线这样动出来 然后它的脊背要根据中线结构来 这边的起伏 红入有一种包裹感 前肢的结构 已经把前肢画出来了 这边关节的起伏要画出来 外面锅道 先做有一种颗地搞整 再把后腿的结构定一下 我们先伸一些 我们先伸一些 这边脚掌看得比较多 所以是脚脯为主 脚脯为主 然后我们把它肚子上的 这种红毛的感觉 撕一下 最后我们来给它染一下颜色 用胶茶来染一点土黄色 先用大意的颜色 这个东西平铺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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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加入的地方可以在第二边上色 加入一些结构 眼球里面可以来一点淡淡的红色 眼泪的颜色要更浓一些 蛋默加一点胡椒出来不用太多 这样我们的狗就化好了 你学会了吗喜欢就点个关注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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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